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座標空間中有四個向量 A,B,C,D 而且這四個向量滿足這些條件 那麼他問下列迅速何者錯誤 我們看A選項 他說3C等於四分之一 C大是A跟B的角色 你就給他什麼 這個人要做懂 就是A的大小 乘以B的大小 乘以A x B 上這個方向是C的方向 C一挑 這個等到 這個等到 就等於那個 他乘以3C大成錯 3C大 他大概只要A的大小 B的大小 乘以3C大 再乘以A cos B 就跟他平行的方向 C的方向 這個等於這個向量 C C一挑 所以我就曉得 3C大等於多少 這長度都是4 這是4 再來是4 再來是4 所以3C大等於多少 等於16分之4 把它除過去 就四分之一 這約定好了 四分之一 所以這個選項是對的 在我們看B選項 ABC所張出的平行六面體 體積是16 也就是說 這個 A B C 3G 是等於16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 這個等於多少 是等於A C 到C 那我們知道 這個 A C 是平行的 就在這裡 所以這個等到 A C B 我們剛剛知道說 這是四分之一 A A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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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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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 A B B A B B A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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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是對的 好,再來我們看 D的長度等於4 D的長度的話 這不一定啦,這不知道 他的長度的話等於是你取他的長度 就是A的長度乘以C的長度 乘以sin多少 那個A跟C的夾角 那 A跟C的長 我看喔 A跟C的夾角是390度 390度 我看喔 他說D的長度 D的長度就看這個 你把它取大小 A跟C是垂直的啊 所以這也是對的 你看看喔 欸不對不對 結果這個大小 乘以這個大小 乘以390度 這個等到 這等於這個大小 D 所以D應該多少 這是4乘以4 這是4 這是4啊 這等於1 所以D應該是16才對 D的話不是4 D應該16才對 所以D選項 這個選項是錯的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D 1 1 2 2 1 2 1 2